魏英不语,静静地注视了金灵一会,随后移开视线。 散开的小辈们没走多远,蓝景仪和蓝思锥已经快步走了过来,两人先是一同行过礼,又面向金灵。 蓝思锥道,金公子,为之全貌,不语置评。 坊间传闻虽有不少为前辈谋害令尊令母的传言,但这些多不可信,不如带事情原委清楚后,再一复仇一事。 且现在情况不明,还请金公子先放下剑,随我等一同出去。 这话说得漂亮,魏英不由对蓝思锥头去赞赏的目光,又转头对蓝忘机语道,你家小孩不错。 蓝思锥微红了脸,正带说什么,却见那头金灵突然落了泪。 他紧抱着入窍的碎滑,脸上泪痕明显,他哑声喊道,我不放。 这是我爹的剑,我不放。 四周的小辈们听得这边的动静,有几个看不过去,悄悄迈不向这边走来,也有少许议论声响起,我父亲当真没有说错,这一灵老祖果真丧心病狂。 可怜金公子了,父母皆被魏无限所杀,凶手却还不认账。 谁说不是呢? 话说为什么韩光君不帮帮金公子? 还有私追景仪,刚才见他们的关系还不算太差啊。 难不成他们跟怡灵老祖是一伙? 嗯。 这边议论声没想多久,便被一旁不出声的蓝忘机进言柱,他眼睛看像聚在一堆的己人,道, 有此闲暇,多加戒备些更好。 那几个小辈脸色清清白白,碍于韩光君的威严,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心里发泄几句。 又没叫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反应这么大干什么? 此地情况不明,有时间拿剑指我,不如指一指外围的伙事。 卫英道,对金灵的幼稚行为格外无语。 经卫英一说,众人都安静下来,就连金灵也平静下来,细细一听,果然听见一阵脚步声。 散开的人自觉聚齐,即使害怕,但到底韩光君的威信占据上风, 他们躲闪着,却又尽量向蓝忘机和卫英的方向贴去。 脚步声一走一顿,笨重至极。 紧接着,正前方,右前方,侧面,后面也传来了同样的声音。 虽然雾气太浓,看不清影子,但腐臭腥臭的味道却已经飘了过来。 卫英只感知了一下,便道,鹰虎符。 鹰虎符他没用过也没见过,但这群活尸上有很明显被操控的痕迹, 他精神力强大,能够感知得出来此物邪气甚大, 而此戒除了他造的鹰虎符外,再无他物能比。 蓝忘机汗手,碧尘灵光大圣,将四周聚齐的小背护住。 卫英吹了声哨,命令道,站住。 四周脚步声一定,卫英随手将几枚符转扔向周围, 迷雾短暂地散开。 众人清楚地看到了被迫定住的活尸。 蓝丝锥留意着卫英刚才的话,见此不由道, 卫前辈,什么是活尸? 卫英指了指那些定住的尸体,道, 你离他们近些,便能听到呼吸声。 他们从头到脚都是尸体的特征, 却偏偏人是活的,这便是活尸。 蓝颈一惊呼,你是说,他们还活着? 卫英点头,嗯,但他们这种程度的活尸和走尸也无太大差距, 简单来说,就是没救了,只能斩杀或者度化。 他又将目光一道被晾置在一旁的少女身上, 到嘴边的话一转,转而道,去敲门。 蓝颈一猛,敲什么门? 卫英道,自然是有人的门,总不能在这大街上议事。 这话说得倒没错,蓝丝锥和蓝颈一点头, 正要迈步,又听卫英道, 先停,我问个问题。 卫英迈步走到少女跟前, 问道,小星辰还活着吗? 少女白瞳流下血泪,张口发出阿声, 即使只有一个字也能听出其中的痛苦。 这便是了。 卫英轻叹口气,这是意料之中, 却仍旧可惜。 这,这这还有个鬼。 粗神经的蓝颈一,直到现在才注意到少女, 周围的小辈不约而同地后退一步, 微有些距异。 一名从头到尾没发出过声音的少年道, 这位女孩子可能只有十五六岁, 瓜子脸,很是清秀。 清秀之中还有一股活力, 用一根木簪别着长头发。 虽然瘦小,但体态纤细。 虽然并不整洁, 但也不算肮脏,不讨人厌, 只是可惜, 这么小的年纪便惨遭谋害, 还是这么残忍的手法。 卫英向她看过去, 就连少女都好似有些惊讶。 卫英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面色微红, 看着卫英有些紧张道, 欧阳子珍。 嗯,子珍是吧, 是个好苗子。 卫英毫不吝啬地夸道, 又接着对少女道, 能带我去小星辰的坟种吗? 我是她的失职。 她说着, 顺便解了少女的禁锢。 少女看起来有些犹豫, 但也许是觉得 眼前的人不是坏人, 便点了点头, 带着众人向一个方向走去。 众人跟着少女, 走了半住乡不到, 转了好几次弯, 方看见一座孤零零的屋子 助力在越来越浓郁的妖物之中。 枝呀, 一声, 屋子的门被卫英轻轻推开, 她抬起脚, 迈进了屋子, 一边适应着黑暗, 一边头也不回地提醒道, 注意门槛, 别办着了。 一名少年就险些被高高的门槛办了一下, 郁闷道, 这门槛怎么做得这么高? 又不是寺庙。 卫英抬手向四周扔了几张明火符, 摇曳的橙黄色火光, 照亮了这间屋子。 地上散落着铺地的稻草, 最前方有一张供台, 供台下横着几只高矮不一的小板凳, 右侧还有一个黑洞洞的小房间。 除此之外, 还摆了七八口乌黑的木棺。 她道, 不是寺庙, 但也是一个需要高门见的地方。 那名少年道, 这, 这是义庄, 停放死人的地方。 卫英道, 嗯, 无人认领的尸体, 摆在家里不吉利的尸体, 等待下葬的死人, 一般都会放到义庄来。 算是一个死人的驿站吧。 那名少年看他, 本来还有些发怵, 现在经过这一问一答, 倒没那么怕他了。 蓝丝追问道, 卫前辈, 卫时要义庄的门槛要做得这么高? 卫英道, 防止事变。 蓝锦仪愣愣地道, 做个高高的门槛, 能阻止事变吗? 卫英道, 不能阻止事变, 但是有时候能阻止低阶的事变者出去。 他转身站在门槛前, 道, 假如我死了, 刚刚事变。 众少年巴巴点头, 一旁默不作声的蓝望鸡冷声道, 没有假如。 卫英一愣, 本来想说的话对上蓝望鸡的眼, 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转而道, 嗯, 没有假如。 那我换个说法, 一个人死之后刚刚失变, 才失变不久, 是不是会身体僵硬? 很多动作都做不了, 精灵的情绪平静了许多, 闻此痴声道, 这不是废话吗? 连走路都走不了, 迈不动腿, 只能跳, 说到这里,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明白过来。 蓝景仪想了想, 双腿并拢, 往外跳了跳, 但因为门槛太高, 每次都跳不出去, 脚尖撞上门槛, 世家子弟们见了大感滑稽, 想象一具刚失变的尸体, 这样努力地往外跳, 却总是被门槛挡住的模样, 都笑了起来。 蓝景仪止住动作, 突然有些休难, 魏英余光瞥见蓝望机, 脸色稍好了点, 适时开口道, 看到了吧? 都别笑, 这是民间的智慧, 虽然土, 看起来小儿科, 但用于防低阶的失变者, 的确行之有效。 如果失变者被门槛绊倒了, 他摔到地上, 肢体僵硬, 断时间内也爬不起来。 等他快爬起来了, 要么天快亮机快打明了, 要么就被手装的人发现了。 那些不是世家出身的普通人, 能想出这种法子, 挺了不起的。